印光法师 老师念佛 祷归极乐 具有殊胜的意义 公元1861年12月12日 印光法师 生于陕西省 河阳县赤东村的这间屋里 法师俗姓赵 明丹贵 自少医 好子任 父亲明炳刚 母亲张氏 生有三子 丹贵居幼 法师从小热爱劳动 喜欢农作 成情简朴仁厚的加分 养成仁义礼让 严于律己 处世审慎的品德 法师少年随长兄哲贵 离乡420里 到长安城 经西安市公读如书 隐物异常 15岁后 病困数载 得读佛经 始绝前非 回心向佛 法师20岁时 清末皇上 开科取士 法师跟长兄 去城里考秀才 走到长安北城下 法师忽然停下 对兄说 大哥 考上举人秀才 能怎样 围观哪有好下场 清了无钱 脏了犯法 到后来 大祸临头 更毁煞 我不考了 我要出家当和尚 公元1881年春天 法师不顾父亲 与兄长反对 毅然投奔 中南山五台莲花洞寺 拜道纯和尚 替渡出家 法名圣亮 自印光 第二年 在新安县双西寺 印海律师 坐下受巨族界 从此 印光法师 将毕生经历 度化众生 念佛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为忠心敬踪 做出了卓越贡献 印光法师 二十一岁 离乡出家后 从没回过家乡 也从没忘记家乡亲人 公元1926年 长安城被水淹困 法师既从印书款中 集拨三千银元 托人素贿赈灾 公元1930年 法师西文家乡 集会一千六百银元 至顾礼 公元1935年 法师听说顾礼学堂破落 娃娃难以上学 立即托人送起二百银元 修复学堂 公元1938年 法师为度家乡亲人 念佛修行 特为家乡捐款 修建了这所念佛堂 赤东村的乡亲们 时时刻刻怀念着 印光法师 这是乡亲们自发集资 紧人雕塑的 印光法师全身作像 这是乡亲们保护下来的 当年印光法师 少年住的房屋 这是印光法师 当年同兄长睡的床 这是故里乡亲建造的 印光堂 为了让孤里子孙后代 永远纪念印光法师 公元2001年 西安市大兴善寺 借名大和尚 捐资建造这尊 印光大师舍利塔 坐落在赤东村 东北方的精水沟半 舍利塔高6.5米 塔座高0.7米 四方形砖器 塔基高2.3米 塔基南部 由13级灯塔台阶 表为净土宗 十三代祖师之意 塔基地宫内 增长印光大师 法生舍利 公元1996年5月7日 陕西省河阳县人民政府 决定赤田五十某 筹建印光大师纪念堂 规划有 博殿 印光堂 藏经阁 陈列馆 波若厅 招待楼等 便于海内外 世子学人 前来瞻仰 印光大师 顾礼 目前 缺少资金 壮举代臣 西盼 佛教界同仁 随缘赞助 同工 共德 公元1893年下 浙江 普陀山 法语寺 画文和尚 北上 金城 请大藏经 遇见 三十三岁的 印光法师 道行超卓 邀请 相助南下 法师 欣然同意 离开北京 远广寺 航海 随同 登上 普陀山 道姑 码头 安丹于法语寺藏经楼 终日专心念佛 月经 立志精修 受到寺内僧众钦佩 印光大师 戳自普陀山 三十七年中 淡薄名利 惠记隐居 深入经藏 经言经典 开导学人 本诸经论 留字肺腑 不离因果 不设虚文 对一切人 皆以信愿念佛 求生西方为劝 令一切人 先做世间 闲人 善人 方可 仗佛 此力 超凡 入圣 往生西方 从不与人说 做不到的大话 一八九七年 四众一再恳请 印光法师 讲经 法师 辞不获己 宣讲 阿弥陀经 遍门钞 同时 会见虚云和尚后 寄于珠宝殿 侧屋 闭关两期六年 房内首书 念佛 待死 以字免 学行背境 写下大量 弘扬 静宗文章 出关后 与地贤法师 先后居住 连盆苦修 三年后 仁住 法语寺 藏经楼 至此 印光法师 出家三十余年 始终韬惠 不喜与人往来 不愿人知其名字 以期昼夜 弥陀 早证念佛三昧 古中与功 声闻与外 德后流光 终不可厌 一九一二年 上海高鹤年居士 取得印光法师 佛教论文 净土法门 普背三根论 宗教不义混乱论 佛教以孝为本论 如来随机立生 浅静论四篇 刊登在上海 佛学从报 署名 常禅 轰动佛教界 仍虽不知为谁 而文字薄弱 以足引发 读者善更 一九一七年 天津 客经处 徐武居士出资 将重新搜集到的 法师 信稿数篇编为 印光法师信稿 印刑 深受欢迎 一九一八年 徐居士又得法师文稿 二十余篇 印于北京 题为 印光法师文超 当时 社会名人梁启超 轻题序言 赞叹 印光大师 文字三昧 争今日群芒之言也 一九二零年 徐居士又搜集法师 文稿数十篇 合定二册 签印于商务印书馆 木刻于扬州藏经院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之间 着次征广 法师书信文稿 重新排印于中华书局 共四册为一套 其文 炎炎见地 字字归宗 上扶佛指 下气群姬 发挥传境傲义 抉择法门难易 法前人所望 由于读了印光法师文章之源 羡慕法师道德 结望拜访的善男善女 日益增多 或航海踢山 请求归一 或书信往来 请教开示 几十年来 印光法师 聂寿 归一 弟子 不计其数 接受法师教导 明信 因果 吃素 念佛 精修 敬业 得以往生 西方净土的 男女 信徒 耿不胜 美举 上海有位老臣 听说 到普陀山 梵音洞 可以看到前世 他 跟随去看 旁人看到 都是不同的 佛菩萨 唯有他一人 看见一只黄牛 在洞内 痛苦的样子 他惶惶不安 带着这个疑问 去请教 印光法师 这只牛 难道是我的前世吗 法师仔细 端详了老臣一阵后 轻声说道 这不是你的前世 而是你的来生 恐怕你死后 要做这只牛 你杀过牛没有 如果杀过牛 那是因果难逃的 老臣一听说 他死后变牛 吓得浑身冷汗直流 据实向法师直说 他平日以载牛为业 印光法师对老臣说 你要在佛前发誓忏悔 发誓今后不再杀身 痛改前非 努力向善 以赎前嫌 老臣听从法师教导 在佛前忏悔 从此以后放下屠刀 不再经营杀业 开始兴奋佛教 皈依佛法僧 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即使是监独 即使是监狱内的罪犯 印光法师也以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的度化从善 曾在普陀山派之德法师 去监狱讲安事全书 宣传因果报应和净土教义 自己应聘为江苏监狱 感化院名誉院长 使很多御官犯人 应之改过 谦善 归心佛法 公元1922年 民国政府大总统 轻笔提携 误彻原名匾额 专程送普陀山 赐予应光法师 当时古月管弦高奏 僧众喜悦异常 海岛沸腾起来 背集荣慎之志 然而应光法师 却淡然处之 不动于心 就像这件事 根本没发生一样 赵丽在房内念佛 月经写弘法文章 应光大师 对太虚法师 居住普陀山非常关怀 亲自为他在西陵禅院 闭关分关 讲开示 指导修行 比大师小三十岁的太虚法师 没有辜负大师的教导 以实际行动 向大师学习 在官房内 修苦行 坐禅 礼佛 月经 写作 日日常课 精进修行 三年眼观 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点 成为一代禅师 公元1924年5月 红衣法师 专程前往普陀山 参拜应光大师 请求归一 在随士大师 共居七日中 大师的家言言行 使他深受教诲 终身难忘 特写文赞扬大师 四大圣德 一 习劳 二 惜福 三 注重因果 四 专心念佛 红衣法师 对应光大师 倾倒背致 他说 朽人与当代 善知识中 最服应者 为应光法师 从此 他皆以应光为楷模 持戒至言 至学至圣 成为一代律师 普陀山 养成华言圣典的记载 和观音灵记的流传 自唐启经 经过千百年的风风雨雨 现在正以南海观音 雄伟庄严的风姿 着力在万青 避坡之间 迎接海内外 信众 前来朝拜 今天 更因应应光大师 在普陀山的光辉业绩 而吸引信 不断向往 现在 全国各地 前往普陀山 求寿 归依 佛法森的信众 日益增多 普陀山僧人 继承和发扬 应光法师 静宗思想 言以律计 老实念佛 教化信众 注重因果 吃素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公元1929年 应光法师 离开普陀山 在上海绝缘佛教 敬业社内 创办佛经流通部 洪化社 次年 迁移苏州 报国寺 应光法师 在报国寺 闭关七年中 亲自为洪化社 策划 教队 编辑印刑 净土经书 百数十种 达数十万策以上 佛像 亦在百万余真 法化之洪 磅礴中外 应光法师 在报国寺 闭关时期 曾写信徒 要依教奉行 就地念佛 求生净土 不要相信所谓的大通家 以凡充慎 借弘法为名 以求名求利 劝指信徒 去杭州灵影寺 听专义 以脱略 文艺为特长的 惠名 谈玄 说庙 同时 告谢信徒 切勿染上 伏击 抽签之吃风 否则 变成佛法中之外道 反破坏于佛法 现在国运危急 天灾人祸 相继而作 以令一切人 同念佛号 及观世英号 以为预防之计 为了振兴佛教 忠心尽忠 应光大师 在官房里 特征编印 净土五经 清笔书写 重勘续言 净土法门 其大无外 三更仆背 力顿全收 九戒众生 舍此 则尚无以原成佛道 十方诸佛 离此 则下无以普度群门 一切法门 无不从此法界留 一切行门 无不还归此法界 应光法师 对于念佛人中 某些不如法的现象 在官房里 都一一富含指名 进行教育 反对念佛人 做还寿身 祭库等佛事 指出 以还寿身 不出佛经 洗后人伪造 祭库 是愿死后做鬼 欲先置办 做鬼的用度 既有愿做鬼的心 便难以往生 如其未做 则物做 如其已做 当禀明于佛 弟子 某唯心往生 前所做 祭库之名字 通以正记孤魂 方可不为往生之杖 凡寿身 血盆 太阳 太阴 眼光 灶亡 胎骨 分珠 妙杀等经 皆是妄人伪造 切不可念 须知做佛事 唯念佛功德最大 当已还寿身 破地狱 破血壶之前 请有正念之僧念佛 则利益大矣 阴光法师对妇女俗事 也曾与辅导 譬如指出 母乳的母亲 不能生大气 若像吵架时生了大气 此时绝对不能喂奶 否则 婴儿吃了 无病也要亡 这叫毒乳杀婴儿 一定要把奶水挤掉 最好休息一天以后 等情绪稳定 血液正常了 再来喂辱 才能保平安 有位皈依弟子 去豹国寺 请经诵人 神光法师 在官房窗口 对其开示道 你很好 请书诵人 这个心很好 有一件事 比请书更要紧 该弟子不解的 牧师法师 阴光法师 继而大声对他说 你要教育儿女 儿女教育得好 功德比请书送人 大得多 现在世道这样坏 都是一般 不善叫儿女的人 造的业 好好的儿女 都被父母叫坏了 令人想起来痛心 你不要学那样子 面对着末法时代 佛法衰败现象 阴光法师 精自为苏州 林延山寺 永坐十方专修 净土道场 制定五条规约 一 住持不论是何宗派 但以生性净土 戒行经言为准 只传贤 不传法 以度法眷私属之弊 二 住持论次数 不论代数 以免高德居雍德之后之贤 三 不传戒 不讲经 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贤 唐中 虽日日常讲 但不招外方来听耳 四 专一念佛 除打佛 盖不应酬 一切佛事 五 无论何人 不得再次 收替徒弟 一九三七年十月 日本侵略军轰炸苏州 印光大师在僧众贵囚护庸下 避难上了灵岩山寺 从此同真达和尚 妙真和尚一起 将灵岩山寺 建设成为 驰名中外的 中国近代净土道场的楷模 这是大雄殿 这是念佛堂 这是印光大师在灵岩山寺官房 印光大师 生活在黑暗社会 高举誓法行善 出誓法念佛求生净土的法句 度化众生 依教奉行 培育贤财 福国利明 印光大师一身 简已自奉 实为冲击 不求适口 依取欲寒 艳气华丽 信徒供养真美衣食 非去而不受 寄送他人 如果是普通物品 便令交库房 与大家共赏 杂扫洗涤 事事公自操作 受请外出开示 虽有备教 亦不肯做 以为折服 凡是信徒供养的相敬 从来不入私囊 皆惜待人广众福田 或注印经书 或救济积平 或捐于佛教义政会 慈幼院等 中国净土宗 具有本国特色的千百年的优良传统 慧远 神岛 成远 法照 绍康 严寿 省长 莲池 秩序 憨山 食贤 祭行 应光 十三代祖师 一脉相承的 净土思想 和丰富生战的著作 是我们学而不尽 挖掘不尽的法藏之宝 尤其是应光法师文超 为末法时期 仁耕漏略的众生 指明了怎样念佛 怎样修持往生极乐的 静宗法门 使现代静宗学人必读之课 否则 狠易进入误区 应光大师 在灵言山寺官房里 信徒纷纷来似 叩官请义 大师对来者 都一一慈悲开导 折射兼师 闻者乐福 应光大师晚年 对佛教最为关心 犹豫的是 是西文北方 有人汇集佛经 为了维护佛经的流程 传和尊严 大师楼树 在书信中举例说明 汇集佛经 理虽有意 事实大错 可是 有人照样我行我诉 为此 大师深感痛惜 在生息六十九天前 特写下三父王子 立居士书 警告说 若不以光言为非 则守风修持 否则 不妨各行其道 他日末路相逢 交臂而去 不须问你是何人 我是谁 公元一九四零年 农历十一月初四 应光大师 欲知实至 凌晨一点三十分 由床上坐起云 念佛见佛 决定身息 言必 以寄大声念佛 三点 嘱咐妙真和尚 你要维持道场 弘扬净土 不要学大派头 说完 端坐念佛 安详往生 适寿八十 僧腊六十 次年二月十五日 大师深西百日 举行图资典礼 得五色舍利珠百余科 晶圆银彻 又有大小舍利花 及雪舍利等 共一千余粒 分别被国内各大名山 丛林 居士林 及菲律宾 新加坡 与南洋群岛等各佛教团体 迎请供养 今日临延山寺 在明学长老主持下 坚定不移地 顶着商品潮流的袭击 保持印光大师 当年的道风 维护着十方专修净土道场 僧众中年 在念佛堂 精进佛期 不敢精颤 至成念佛 求生净土 一九七九年 明学长老崇尚临延山 继承印光大师一致 带领僧众 不畏艰难 修复被毁殿堂和多宝佛塔 重新雕塑佛像 重新修复印光大师舍利塔 一九八零年 为了培育僧才 弘扬印光大师净土思想 在中国佛教协会 赵普出居士的支持下 同明阳法师 安上法师 创办中国佛学院 临延山丰院 办学至今 已为全国各地 输送了四百余名学生 有的是国内明寺方丈 监院 有的是地方佛学院教授 院长 有的去海外留学 攻读博士 有的在著书立说 弘扬佛法 一九九零年 明学长老 亲自将成封四十余年的 印光法师文超 三遍四册 复印流通 为了让老年佛教徒 能安度晚年 求生西方 明学长老 创建了苏州佛教安养院 升任院长 印光大师的思想品德 和生活作风 在明学长老身上 随处可见 如信徒来请教佛法 总以明信因果 老实念佛为教导 信徒供养他的乡境 一律交库房入账 从不进私囊 供养他的食品 用品 全给寺院僧众 从不独用 每天仅用一热水瓶水 从不浪费 一日三餐 全从大辽打来的 僧众吃的素菜米饭 从不搞特殊 居住的屋内 至今保持六十多年前 庙征老和尚的样子 没有电视 空调 没有地毯 客厅 日常生活 全由自理 身为中国佛协常务理事 江苏省佛协副会长 苏州市佛协会长的明学长老 外出开会 办事 很少带四从 以免破费 就是这样一位八十高龄的长老 今天 在临延山寺 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废寝忘食 鞠躬尽瘁地主持寺院 始终不懈地带领僧众 继承印光大师遗志 庄严净土道场 弘扬净土法门 走向新的世纪 时代在变迁 正法将永久 印光大师的道德风范 永远在我们心中 铭记不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下来 明天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